好 这一消息来看到的是 有牙医歌手之称的陈锦峰 三年前涉嫌 趁着女友婚睡时 性侵女友被告上法院 那么如今呢 最高法院呢 这再一次的开庭审理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李宣 而主播给你的观众 牙医歌手陈锦峰呢 今天是来到了高院开辩论庭 那么就在一个小时的庭题结束之后呢 陈锦峰刚刚出来是为自己辩解 而被害人的律师呢 也出面来说明 但是呢他当场是哭了 我们来听一段两人的说法 12月15号11点在PTT上科文 然后有说他跟别的男生的事情 你们可以自己去 PTT的All Together版的 现在的精华区15至50 你们有这篇文章 你们自己去找 OK 对于被告今天都没有任何回忆 那我其实是非常的难过 那么这个牙医歌手陈锦峰呢 之前还曾经出过唱片 不过他是被前女友来指控 他是用这个按摩棒侵入女友的尿道 害女友呢是差一点血尿丧命 但是呢这个陈锦峰呢 一年是被判三年六个月的徒刑 不过这个被害人呢 因为心理上身体上都受到了侵害 所以呢他在前一阵子呢 是情绪不稳 跳楼轻声 不过这个陈锦峰一直到刚刚哦 还是听得出来 他始终把罪推给别人 而且他认为这个女子呢 在PTT上发文的留言 不是在讲他哦 是另外一个跑车男 不过这让律师呢 感觉到非常的受伤哦 到现在他还是没有诡异哦 那么最后呢 下一次的开庭呢 即将就会有一个宣判的结果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最新情形主播